大家好,我是單工社群團的社長 今天來示範一下扁皮切割尺 要如何使用 雖然說之前這個已經有拍過影片了 就是從網路上抓的 可是我現在自己在切就順便拍一下 它這個尺 它那個 這邊可以 左可以 有三個螺絲 可以調節 所以你先確定你的追度 然後還有長度 然後就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那像我自己打,我是短拉 我現在是 長度是17 然後 追度是2515 追度2515 這邊是25 25 25 然後17的地方 17的地方調15 這樣看到 17的地方把它調15 這就是我的追度 把它鎖緊 鎖緊後就是固定了 有沒有動它 有沒有動它 然後 然後 皮筋 皮筋這邊才17公分長 一般的皮筋都是15公分寬 所以你就先踩長度就好 17公分長 好 然後現在開始 切割 要切之前 這邊要切一個小角度出來 不管上面切過來或下面切過去都可以 我是習慣從上面把它切下來 我是習慣從上面把它切下來 好 切一個小角度 有沒有 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窄 好 小角度 然後 再來就把它 紙翻面 那就也開始切割了 它這個紙上面有那個卡槽 有那個卡槽 然後就照卡槽把它卡緊 然後抵住 好 確定左右 這樣子上下OK 然後就可以切割 切的時候要注意慢慢切 當然是要一次性的過去 翻過來 切割屎很利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要注意 然後再翻面 好第一次 好第一次 做這個 要這樣反覆地切完一片 然後把那個紙翻過來 再切 再切 在泡沫上的泡沫 後面的泡沫 他用泡沫 就是泡沫 泡沫 泡沫 刀子要瘦好 然後就割到 切好就會整堆的 然後一次就可以拆很多 拆起來齁,它會有大概擦自己的看自己的手感 有時候會擦一點點 可是它還是不會說你擦很多 手要穩,重點是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好,那就這樣子 今天就示範到這邊 喜歡的話幫我訂閱加分享 謝謝